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问题 那就是你为什么不爱我 刚才女生说 五年了 你让我冒霉如花 我待在家里 你养我 结果五年以后 你让我到外面工作 我去做主播了 你又不满意了 你说他去做这一个主播 我认为 不违背功绪良俗 更不存在着双风百水 核心的问题是 五年到今天 他已经疲惫了 他已经厌倦了 他不想维系你们这一段感情了 当然他要找一个理由 你今天当主播 他反感反对 你明天去做其他的行当 他又会找出理由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 事情就放在这里 不管你在五年当中 是他承诺的 当然你也承担了很多错 甚至他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事实就是事实 一句话 分手也是一种选择 失去也是一种收获 懂吗 嗯 谢谢包红兄 谢谢